各位同学,我们今天学习罗冠宗孔明借箭 折录至三角演义第46回的罪事技巧 首先,本文是用了哪一种罪事手法呢? 本文是用了顺罪法 本文的重要事件如下 请你在黄线上填上答案呢? 你填得对不对呢? 由此可见,以上这些重要的情节 作者都是根据时间的先后顺序而罪述出来 所以是运用了顺罪法 我们在中一的时候学习过阳修之死 同样都是选择三角演义的 但是里面就采用了道罪法 先写阳修被曹聪所杀 然后再罪述前事交代阳修得罪曹聪的经过 各位同学,如果想看有关的教学短片 也可以用来比较一下 大家记不记得顺序法有什么优点呢? 它可以将事件的发展、变化、结果、清晨和完整地聚述出来 另外,就可以令到读者较容易理解文章的内容 那我们再讲一下本文的另一个序事技巧 作者为了令到序事吸引读者 特意用了什么技巧呢? 他是在序事里面加入了原念 什么是原念? 作者在序事里面加入一些原而未缺的细节 他可以引起读者的好奇心和阅读兴趣 希望在下文找尋答案 我们就用孔明借箭运用原念的例子来看一下 这里聚述了孔明识破周瑜的反间计 老叔将这件事告诉周瑜听 周瑜心胸狹窄,去妒忌孔明的才智 就想到设计杀害他 上面的文字有没有说到周瑜设下什么计谋呢? 老叔所发的问题,其实也是读者想问的问题 以何公道斩知? 但是作者不下的周瑜并没有说出来 其实是设下了一个原念 希望引起读者的好奇心 究竟周瑜设下了什么奸计去加害孔明呢? 孔明和周瑜斗志,谁胜谁库 孔明又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呢? 这些都是读者很想知道的事情 但是作者偏要在这里卖关子 目的是引起读者追看下去的兴趣 让我们做两题练习 看看答案 尤其是练习 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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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